實戰 孤霍鳥歐 放進眼球隊裡面的效益 GO 一千萬 好 一二三 五 第二關 繼續的洗技能 洗到眼球跳起來 睡醒了居然在直播 看到結束了吧 實測完就差不多了 我們要洗技能的部分 畫得說有門知道我們今天開了幾個小時啊 感覺超久的 咕咕鳥 OK 咕咕鳥開了之後 超級保險的感覺 這隊就有減傷30%啦 6個小時了 OK 大約24小時沒有那麼扯啊 這邊呢 開眼球 首小十一 天降 欸欸 無燙無燙 好有了 只有22 剛剛 也太慘了吧 這個傷害是可以的嗎 然後 然後 這隊要 開個龍科 保險一下 這隊要 持續他的那個 真傷效益 有點慘 哇 天獎 漂亮 好 好 第五關了 稍微的洗一下技能 水柱也太 太多了吧 水柱 水柱 水柱太浮誇了啦 不要再降水柱了 天降多一點其他 天降多一點其他蛛雜 封掉了 好啦 這樣應該可以 欸 只有天降到25COMBO 好險有過欸 天哪 到底是多不會降啊 這一隊 水柱 真的太慘了 一萬多 可以撐過去 他怎麼又更新了啦 他怎麼又更新了啦 太扯了吧 好像也不能轉成水屬性欸 我到底帶這個幹嘛 好 好 我不知道這隊在幹嘛 反正要過了 到底誰叫我帶這隊配置的 好啦 最後一次天降 讓大家看看這隊的 極限傷害啦 拜託拜託 天降到60COMBO 欸 有喔有喔有 欸 這傷害很誇張 來看一下傷害 開了孤禍鳥 一張巫女而已喔 然後天降到52COMBO 這是傷害 欸 過了 好 以上就是實戰 我覺得還蠻強的欸 放進這一隊的話 這一隊是全魔 我覺得是目前 整隊都是魔族 最高倍率的隊伍了 然後 如果再帶上那個 孤禍鳥的話 又有減傷 讓這隊的實戰性 大大的 提升 我覺得還不錯 可以放進去喔